今天是2023年5月3日星期三 今天焦点继续有我周天慧 为大家分析时事 今天想讨论话题有两个 第一个话题想说说 加拿大的总理杜鲁多 他在暖屈中国使用奴隶劳工 他们的用心很可能 又是盲从美国去打反中牌 第二个话题想说说 美元M2供应负增长 可以在预见的将来 美国经济衰退似乎已经成定局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 在4月28日出席纽约一个智库活动的时候 就无的放弃暗示中国 在生产金属锂的过程中 使用slave labor 即奴隶劳工 他是这样说的 加拿大有丰富鲤的资源 但是所有手提电话 电动车使用的鲤 即使不一定是在中国开采 但是都要经中国加工 加拿大生产的鲤会更加贵 因为我们没有用奴隶劳工 说到这样 其实不是暗示 完全是明示 为什么杜鲁多 说出这一番 摆明是眼红中国的说话 我们看看数据便会知道 2022年韩国市场调查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报告显示 排名前十位的车用电池企业 中国占了六个 其他四位都是亚洲国家的企业 欧美国家连影都没有 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占有率呢 先进国家一般的生活成本和薪金都是较高的 相反中国是发展中的国家 生活指数较低 人工也相对较便宜 过去几十年 欧美国家为了减省成本 很多都是在中国设厂 就是贪中国的人力资源丰富 可以减省成本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中国无论是在科技 还是工人的培训 都成为了世界顶尖 在生产方面 自然就有着加年物美的优势 加拿大的大哥 美国近年就打反中牌 将工厂搬回去美国的本土 荒废了几十年的东西 突然拿起手 自然不是很上手 和美国加拿大的人工 又怎能够和中国比呢 如果大家有去大陆去走走 吃喝玩乐的市民 每个去完之后 你直接在IG、Facebook洗版 每个都赚不同城市的美食 有多便宜有多抵 那你就会知道生活指数 较低自然 人工都会是一样 2022年中国的人均GDP 就是12,970美元 而加拿大就是56,794美元 至于美国更加高 去到75,180美元 你想想是接近中国的6倍 无论是成本还是工人的培训 中国都占有绝对的优势 美加的制造业方面 竞争力不及中国 就当然是理所当然的事 杜鲁多为了要跟着美国打反中牌 就冤中国用奴隶劳工 麻烦你拿些证据出来 就着加拿大这一番没有水准的言论 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就表示 是完全罔顾事实 颠倒黑白 理是生产电动车电池的关键矿物之一 现在全球多数的理加工厂都是在中国 近年中国企业积极在南美洲、非洲、澳洲等地方 购买矿场 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就开始渐渐感到不安 加拿大由2022年就开始收紧外国公司 对关键矿物的投资 中国就有三间中企就被要求出售 在加拿大营运的理矿开彩业务出售 在竞争力不及人的情况下 你不好好地研发更好的生产技术 去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反而又是用横手去打压对手 出口术去屈人 这些西方霸权惯用的伎俩 我们当然见惯不怪 好的东西不学 好学不学 学了美国做了所有的坏东西 为什么美加近年金着打压中国 我们接着就要在第二个话题说 全球去美元化的趋势越演越烈 近日阿根廷也宣布将会以人民币 支付中国进口商品的费用 美国经济可谓四面坐歌 过去美国借着各国交易要用美元去结算 从中赚取中间的利润 其实很多国家对于这东西都感到不满 早在1965年即58年前 时任的法国总统戴高乐 已经提出 美元作为一种国际的货币 被赋予了超越性的价值 很多国家接收美元 以弥补美国国际收支的赤字 令到美国能够 无常地向其他国家借贷 并且以美元常还外债 而他们也可以任意地引发美差 这种机制只是对美国单方面有利 在这番说话里面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当全球大部分国家用美元结算的时候 美国从中得到有多大的利益 当全球开始去美元化的时候 美国又怎可能不害怕 除此之外 美元在供应也开始萎缩 截至2023年3月 通常被认为是美国港易货币的 美元M2供应 已经连续四个月按年负增长 和2022年3月最高峰比 负增长已经达到4.24% 信用货币体系之下 每一笔新钱都会带着利息和债务出现 在实体经济流转之后 这些钱最终会连本带利 返回到金融体系 信用收缩 是意味着 很多原本短期借贷都会被常还 原来超法的基础货币 都会被央行收回一部分 降低了广义货币的增速 M2萎缩 会为整个社会带来信用急剧收缩 和大量破产债务违约等等事件 在这样的情况下 美国经济衰退几乎已经已成定局了 中国在经济上很大机会 就会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国 做关大佬的美国又怎会不害怕 怎会不频频出小动作去到反中 意图就是用恶意的手段 又是去打击中国了 所谓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 美国利用霸权的手段 压榨其他国家 其实它在内里已经是一个烂的苹果 靠着其他国家取得利益去维持 现在整个地球都形成了去美元化的局面 即是告诉他 美国已经是不能再在其他国家抽水了 这个烂苹果还可以捱到多久呢 中国向上的势度是没有人可以阻挡得到的 美国走下坡也成了定局 未来谁才会成为第一经济体呢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很快就有结果了 今天的今天焦点来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明天再和大家纲点 那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晚点